那时候最指望就是看不到头 根本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 当初可能再多想一个小时 可能就没有这个店了 然后两个人就挺不开心 一句话没讲 默默地吃完那顿饭 我们也是咬咬牙 处子提的老包了 这家店叫Bar Renaissance 开在上海的斯南公馆 是一家白天卖咖啡 晚上卖调酒的 早西晚A的复合式运营的店面 坐在我旁边的这三个人 分别是Charles 老潘和阿狗 他们三个人合伙 前前后后投资了200万 开出了这家店 从2018年到现在已经有三年了 我也很好奇 他们是如何度过了疫情艰难的一年 一步一步地把这家店运营起来 并实现盈利的 咖啡要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早西晚A的这种说法 我现在是在斯南公馆 然后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了解 一下不同的咖啡店和酒吧的这种 结合的这种运营的模式 这种模式在上海越来越多 特别是在近两年 因为这种模式如果运营的好的话 它会比单一的你开一家咖啡店 或者是单一的开一家酒吧要赚钱 而且生命力周期会更长 今天我就特意地约了这家店的这几个老板 那他们是三个人一起合伙的聊一聊他们的一个开店的经验 可能今天会有人会问我你这个头发怎么不一样了 发型总是要变一变的嘛 OK 我们今天已经到了这个Renaissance 嘿嘿哈喽嘿 那这期视频呢我会从两个部分来呈现一家咖啡酒吧复合式运营的情况 那第一部分呢我们会先展示咖啡菜单的出品 第二部分我会从运营的方面采访几个合伙人 让他们分享一些运营的经验 那从他们的菜单的设计思路 到如何做好合伙的生意 复合式店面运营的利和弊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那希望能够给大家呈现出一家复合式店面的一个比较全面的运营的情况 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我来这个店是因为阿狗 当时我们去这个永家路的一个叫Voyage那个咖啡店 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就坐在他们的吧台旁边的位置 我就看着这个路边的这个小姐姐们 啊不对啊路边的这个人流啊在发呆 然后阿狗就突然就凑上来问我 你是那个永小康吗 我说对我说是的 然后那个时候就加了微信就认识了对吧 呃后来我就经常过来喝酒对不对 喝咖啡酒也喝咖啡 Hello 大家好我是Chiels 酒吧的这个合伙人之一 主要负责就是在内控 然后跟这个战略定位上的一些东西 反正就是有事就干 对我们比较认识比较也比较久了 所以我主要负责咖啡品控研发之类的 然后我是老潘 也是酒吧的合伙人 负责也是管理和一些产品方面多一些 我可能更多对接一些酒相关的一些供应链 阿狗因为它是专门负责咖啡这块的 然后就可以让阿狗分享一点它是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的 然后首先左边这边是我们的特条系列 我们会在五个产区挑选五款豆子 然后根据每款豆子它的烘焙程度 包括它的风味 然后它的特性去制作五款特条 你们这个其实都是你是用手中做出来的 用冷脆 然后也有用浓缩的 浓缩也是SOE 是一只哥斯达利加豆子做的SOE的浓缩 然后其他的像有用到哥伦比亚的 然后哥斯达利加 埃塞 云南 还有宏都拉斯 每一款豆子它会有它自己不同的分位跟调性 然后根据豆子的调性再去做一些分位的组合和搭配 这样子 这一片里面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款 它是一个类似于一个妖王的一个这样的形象 然后这款豆子因为它是说特殊处理的 所以它的风味会比较突出 它的味道可能不像常见的水起日晒咖啡豆这样 所以它比较腰 所以我们叫它腰王 它里面有这只腰王豆子的冷脆叶 加上一个白桃乌龙茶的冷脆的茶叶 因为它本身这个豆子也是白桃风味的 所以它们会比较大一点 这个是一个混合杯 有mixing glass 就是我们会放在里面去做一些降温处理 这个是糖浆 对 这个是一个茉莉花风味的糖浆 它需要一点点的甜味 然后是做一个混合降温的制度 它整个一杯喝下来就是上面是热的椰浆 底下你会喝到白桃氛围 然后一点点茉莉花香 带一点茶感 这个要大口喝 你可以喝到温度不同的变化 是 因为可能有些人就刚喝到的时候 觉得它里面没有咖啡的味道 它会不解 然后我会给它倒那个咖啡的冷脆叶去喝 因为那个冷脆叶喝起来 它就是茶味很重 白桃味很重 这个上面是热的 通常我吃到的奶油或者奶盖都是冰的 对 你刚才拿到的奶油瓶 对吧 好烫啊 对 确实很烫 我刚才摸了一下好烫 那个是很烫 因为它68度 它要放在低温慢煮里面 让它恒温在68度去做一个保温 这样你出来每一杯它上面都会是热的 刚才你打的时候 它在冒烟 我就在想 这怎么会冒烟呢 对 因为它是一个热的 所以它会冒烟 白天的咖啡馆 这一部分是阿狗运营 可以看出它也融入了很多调酒的技术以及元素 就比如我第一次喝到的 68度恒温的热的夜奶奶油 特调咖啡中的大冰球 这些都有一些调酒的元素在 整个咖啡菜单的研发 它的设计出品呈现 那都融合着自己对咖啡的理解 那第一次来到这个店的时候 看到门口的这个小牌子 就能感觉到这个店肯定是在细心打理 投了两百来万左右 然后是前前后后 还是就是说初始的第一笔投资 前前后后 对 然后这三年的话其实赚小赚 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在按时交房租 然后每个月正常的发薪水 然后让每个人的劳动都得到回报 这样赚不了太大的钱 但是我们永远是往未来去看的 往长线去走的 大头的话 首先第一笔肯定就是上来可能押金 租金没得说的 然后之后的话可能就是在一些装修跟设计 尤其是设备这一块 设备这一块的话 如果说我们要用品质比较好 然后以后可能事故率少一点那种的话 那么它的前期的设备投资也是蛮大的 嗯 然后包括以及一开始的人员团队的组件啊 然后以及一些软硬装设计营销 其实都花了前前后都花了五百钱 但是最大头的肯定是硬装跟设备 嗯 然后接下来就到后期就是运营的成本 对吧 是的 所以我的这些什么有用物料的呀 是是是 公司啊 对对对对对 但这些的话我们通常一开始前期会准备一个备用金 就是一个流动资金啊 这个流动资金就是为了就如果说是呃 开起来的话 这个营收效果达不到我们的预期 那么但是我们的每个月的运营成本是固定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流动资金就可以做 先提前去cover这些事情 那开了三年了 看来是没有用得上流动资金 哈哈哈 用用也是用 哈哈哈 你开店之前是做什么的 哦 我开店之前我是从事金融行业的 是个金融分析师 因为之前本来是打算在新加坡留下来工作的 然后对对你之前跟我说 你在新加坡上学的 对对对对 在新加坡读硕士 对 然后后面呃 因为一些原因 然后也想离家里更近一些 然后就回国 然后嗯 一开之前是在一个会计事务所上 嗯 对 对我觉得合伙做生意 目前我看我觉得是只有好处 可能没有坏处 嗯 可能有时候我想做一个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事 呃 这可能是我自己的喜好 就是一厢情愿 嗯 但消费者可能不一定会买单 嗯 但这个时候有呃 比如说查斯的 可能他站在自己比较理智的一点角度 去分析这个事情 同样我也会分析他的角色嘛 嗯 然后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 可能呃 呃太过于自己喜好化的一些决策产生 当然也有些事情 其实 也很难说出呃 一个非常明确的逻辑 说这样一定会对 嗯 因为这样 其实做生意很多事情 就是你做的时候也不知道 呃 会好还是不会好 嗯 但那个时候可能合伙人间就需要一些 呃 牺牲和一些退让 嗯 比如说我觉得可能他不对 但我还会支持你去做你觉得对的事情 就是有没有最大的分歧 你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 最深刻的可能就是呃 当时我们想改向我们灯光 我们觉得氛围不成 嗯 然后就是我们拉来了一个供应商 然后他抱的比较贵 嗯 然后呃 我就觉得太贵了 哎 这个我们得再找找 嗯 然后查尔斯就觉得好东西就得花钱吧 然后两个人就就是挺不开心 然后一顿饭就是一句话没讲 默默的吃完一顿饭 哈哈哈 但好像第二天就好 第二天就好 就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都是为了家电更好 没有说 其实还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的 对对对 分工上面 其实我们是一开始是没有明确的分工的 我们是随着事情的推演 随着不断的去实践过程当中 我们遇到什么事情了 然后感觉自己更适合做哪一块 对 哎 比如说我跟感兴趣哪一块 老潘跟感兴趣哪一块 阿狗跟感兴趣哪一块 我们会去自己去分 去做一个配合 嗯 默契在这里 当然在过程当中 我们也是会有不少分歧 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些方法论在里面 去把尽量去避免掉 嗯 那比如说今天我提出了一个想法 那么 呃 老潘可能不同意 嗯 很不同意 我说好 呃 你不用解释你 为什么你不同意这个观点 你直接说更好的方案 嗯 就是也是非常的信任 就是开底 做第一个项目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合伙人团队 然后我们能在碰到一些分歧的时候也会去很客观的很实事求是的 然后选择去相信对方去 我们一开始设想肯定是三年左右 但是因为也确实碰到了疫情 嗯 然后我们也没有放弃 但是时间上的话 我们可能会多往后延个一到两年左右 嗯 对 因为有些事情我们一开始是没有办法预估到 疫情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测试跟考验 去让我们用在不一样的一个环境期下去解决很多问题 我们也是咬咬牙 裤子踢的老高了 哈哈哈 白天你们卖咖啡 晚上你们卖酒 嗯 那酒和咖啡呢 你们的各自的营业额的比例 咖啡的营业额大概是酒的十分之一这样 嗯 我们晚上的酒吧就可以就覆盖掉我们的整体的运营的一些租金 嗯 物业费什么这些大头开支 嗯 白天它少了很多基本的费用嘛 嗯 然后所以它的利润其实蛮高的 嗯 毛利率也会比酒更高一些 嗯 咖啡店这种这种相关也是复合式吗 是 是 有没有什么利弊 呃 当然有 当然有 因为我们一开始其实是一个bar 然后开业的前一年基本上我们白天是不开门的 嗯 东西 当然我本身也比较喜欢喝咖啡 确实是我们一开始其实就有想说过想要把白天开起来 但是我没有很激进的去做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去找外面合作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容易能把白天开起来 但是我们想做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跟老潘就找到了阿狗 嗯 然后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是工程师 汽车工程师 对 然后后面就是专门自己很系统的去学了 然后后面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去把白天慢慢的开始开起来 包括呃 我们会刻意去做一个分区 因为我们不想让客人感觉到 哎 你这个店什么都有 那你是不是什么都做的不好 嗯 对 所以我们是比较谨慎的去做 包括我们有白天空间只开一半 点便宜 我们也是分开两个账户去做对线上的营销 嗯 我们就是为了不想让说呃 之前来这里喝酒客人 哎 怎么突然又做咖啡了 或者说呃 来这里喝咖啡人 他其实是觉得啊 这是原来是个酒吧 嗯 也是顺带做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们不是 我们是想两趴都想做好 嗯 然后做出自己的东西 那这个店给我的感觉 更像是一个开放的社交空间 呃 白天很安静 那晚上呢热闹的氛围中有着自己安静的小空间 那对了这个调酒师小哥哥叫小红 帅气又健谈 那闲聊起来才知道啊 他是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 喜欢上了调酒师这个职业的 呃 另外一个调酒师娜娜小姐姐啊 呃 在我拍摄当天啊 休假 嗨 有点小遗憾 那有在上海的朋友啊 有机会可以去打卡 像鸡尾酒我觉得首先要分清楚这个客人他是喜欢什么类型的 有些客人他就喜欢喝清爽一点的 嗯 这也是为什么鸡尾酒吧一般都有酒单的一个分类 嗯 对 然后其实特调咖啡也会有这种情况 然后我们会考虑到呃有些客人其实可能想喝的是呃 比如说像我这样就是我可能只想喝一杯风味的冰美式 嗯 或者风味的拿铁就我不希望他改动他的架构嗯 但有些客人可能想喝一些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对对对 他们比较共通的一点就是你要呃 多用心去询问客人的意见嗯 就客人的需求到底是什么的 通过我们可能一些经验然后去帮助客人去选择他想要的东西 其实这两个东西本质上它是共通的 比如说我们晚上在研发鸡尾酒的时候我们会呃 去测试很多食材 包括去配鸡酒的这个他本身的这个风味 去搭出来去做一些特调鸡尾酒呃在做特调咖啡的时候豆子本身的风味 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呃后期的一些对食材对于不同元素的一些理解搭配去搭配出来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呃做呃早思一晚而已这个又做咖啡又做酒的这个一个优势 嗯就是这边你们白天是会把它遮住是 然后那边的话哎 所有的酒类的这些装饰啊都是会用一个这个布帘子给它遮起来做了很多头脑风暴 哈哈哈哈 对对对就从我们的酒名到酒到装饰到店名到我们对外说出的理念 它是一体的 对我们这边是想让大家放松舒服就呃不像可能其他的一些液态来的那么激烈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酒就不会有那种特别嗨特别灶的那种例子 嗯对因为我一直觉得鸡尾酒它是一个呃它是一个媒介 对它是打开客人与客人之间客人与调酒师之间的一个这个连接性的东西 对如果他是一个人来他做吧台呢他会问调老师那调老师就跟他说哎我做这杯的灵感我的食材是什么 然后后面他们说我聊到别的东西之后他们可能会对会去啊成为朋友对 那客人三五成群的做卡座的也是一样啊那么因为我们国内非常讲究一个饭桌文化的传统就饭桌上面就是我喝什么你就得喝什么 嗯对所以在喝酒这块是比较统一的嗯但是随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社会在进步那大家都消费能力跟消费运气他们更多的可能在一些呃自己内在的精神关怀上面可能会做一些 所以说那么三五成群来他们每个人都会点不一样的机会酒而且他们能彼此分享嗯那 比如说我今天点了一杯你就不一样的我跟唱你这一杯唱完之后哎你这很有意思嗯然后就开始聊起来了嗯所以说我觉得像这种现在这种酒文化在这种新兴的Z时代的这一代人中其实它已经在慢慢的发生改变是吧是的是的是的 其实当然有喜悦的事情喜悦的事情比如说开店从做酒单然后到做酒然后会认识各行各业的人设计师然后插画师一些就是专门做花艺的人大家成为朋友然后会感觉 就是一个很很奇妙的过程嗯还有跟客人成为朋友嗯然后坐在吧台上聊天然后很舒服嗯那心酸当然也有心酸就是疫情的那段时间就是真感觉 为什么要开酒吧哈哈哈那时候最绝望就是看不到头啊根本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的啊可能当初可能再多想一个小时可能就没有这个店了对 他能聚集到很多人他能照顾到很多大城市很多就是平常呃在工作当中比较忙碌的那些白领 所以我觉得呃他是可以把很多人串在一起去创造出新的可能的嗯对这就是我们开家店的初衷呃小单小单小单跟他们三位合伙人聊了不少精英上的话题我想啊也能让大家了解到精英家店不单单是要把单一的一件事情做好而且需要在不同的层面都要做得最好从跟他们聊天采访中就能感受到他们三位合伙人都在尽自己的努力 发挥出自己优势的地方那有着共同的目标把这家店经营了起来那最后希望大家点赞收藏转发我们的视频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